放心 立刻我 我會記得 這一刻 那些還飛上著 妹妹在面對不同的版本的編曲的時候 自己所接受到的那種感覺是 有什麼差別嗎? 我就覺得這一次的編曲 就更有冬天的味道 因為也是就是同樣 跟剛才的moment有點類似 就加了很多的和聲 然後就會有一種冷冷的感覺 然後坐在錄音室裡面唱的時候 本來以為就是還蠻輕鬆的一首歌 可是因為我們自己就是 也希望它能夠比上一個版本更好 所以其實也花了時間比意外 就是比預料中還要稍微久一點 我剛剛不是說我想要稱讚妹妹的聲音嗎? 我越來越喜歡她的聲音是 我會很直接的聯想到跟一個日本 也是我很喜歡的歌手叫中道美加 你的聲音特質好像 就是它的編曲可以變得很冷 可是你的聲音會讓這個很冷的編曲 變得很有溫度 我覺得這是天分耶 這好像不是在於說唱功要多好或是怎麼樣 就是只要你一開口一唱我就覺得 哇,對了,這個感覺就對了 所以哥哥在找別人唱demo 後來當然除了一家出走 多少會有一點影響 應該也是非常肯定妹妹在這個部分的 我真的覺得這是天分耶 你不覺得嗎? 哥哥 我覺得妹妹的聲音其實 像我有時候找其他歌手 不是歌手 就是其他一些唱demo的歌手來唱 我會覺得有些人少了一種靈魂 對 那那個是妹妹有的 就是她的聲音有一種靈性 沒錯 就是不是純粹比如說很油的 或是很有技巧的 而是有一種靈性在裡面 有生命在裡面的 對啊 飛上這光的半季 抗拒的心 在你們這作品當中其實都會帶上文字 來讓大家更認識更貼近你們的作品 也看了之後原本是寫給范瑋琪 所以這當中是有一些什麼樣特殊的緣分嗎? 因為其實我寫歌的時候我都很聽話 就是唱片公司跟我講說某一個歌手收歌 我就會聽他的話 然後去做功課 然後寫給那個歌手 當時其實最早是范瑋琪邀歌 我就寫了鹿的歌詞 所以當時是他跟黑人在一起的事情 剛被公開 然後他們剛進入一個穩定的狀態 然後我就去彩測他的心情 然後把這樣的故事寫出來 變成鹿這首歌 對 那後來反而最後最後跳跳跳跳 變得到靖茹的手上對不對? 對 其實也算是一個意外的驚喜 對 因為其實靖茹唱的話當然也很高興 因為靖茹其實非常會唱 而且我之前一直很想寫歌給他 可是還沒有機會 那在當時就因為這樣子 這歌流浪流浪到了靖茹那邊 然後他們公司很喜歡 然後就唱了 其實我自己很開心 自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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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